AI教父黄仁勋抵达台湾了 提前掀开了全球AI盛世 Computex台北国际电脑展的话题序幕 为什么提早一个星期来到台湾呢 说穿了只为两个字固装 要确保挥达推出史上最强的 GB200AI晶片台积电能准时交货 今天事从这段我们看到 从现在开始请大家紧盯这几个关键字 从AIPC到AI手机 AI的障碗者都在台湾 对 没错 事实上今天台股又创架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黄仁勋来了 而且黄仁勋的这个话题 从昨天开始可能会到下个礼拜 都是满满的黄仁勋 那他讲不对啊 他不是昨天早上我们看到媒体报导 他不是还在旧金山那边开球吗 他在运动机那边开这个所谓旧金山的台湾日吗 不是开球吗 怎么会傍晚就抵达 好 因为他很急 所以你看早上我们才看他这个画面 很多台湾人都跟他合照之外 傍晚的时候居然媒体就传出说 黄仁勋抵达台湾 他想说是真的还假的 当时我还说是真的还假的 结果没想到后来马上媒体就拍到 你看他跟他的夫人就现身在松山机场 看起来他们就抵达了台湾 现在我们台湾的媒体 现在也全员在锦定他 看他到什么地方去 好 那当然 我觉得他这个次的提前现身 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 你们知道事实上我们的Computex 是下礼拜才开始展开 他为什么提前一个礼拜就抵达 而且黄仁勋他是市值2.6兆美金的一个大公司 他也是世界上市的 现在是前20大富豪 他的行程一定是很早就定 他不可能冲冲冲冲冲冲冲说 我要来 我要来 不可能 而且这些相关的单位来说 一定都准备好 所以你看我们来注意说 他要做什么 好 我们讲原本我们知道的公开行程 是6月2号他要在台大举行前任演讲 就这样他就昨天就抵达 好 那现在他到底会来台湾做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来拜访供应链跟固庄 为了他未来的业绩 还有我的客户 我要见见你们的面 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他可能会到 这个张仲某董事长家 因为我们知道 他跟张中某董事长 两个情同父子 这个Sofia 就是张淑芬也说 他最好来台湾 没有来找我 他就完蛋了 所以他看起来的话 他们会在这个家里面来做 张中某会在家里面 宴请黄仁勋 那黄仁勋跟他见面之后 听说在宴会中间来说话 魏哲家也会亲自 到达那个地方去 就是魏哲家 还有张中某款待黄仁勋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 6月3号 他听说会跟刘洋有开会 那开会的时候 也会有更多宣布 有关于说 鸿海跟辉达合作 所以为什么今天广 这个鸿海的股价 就创了180几块的这个新高 好那当然了 他这一次来的话 一个重点就是 他来看台积电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目前为止 产能不够 这个前几天的时候 黄仁勋说什么 他说需求不是问题 现在是供给的问题 那供给是谁供给 台积电 所以他来的话 今天台积电 盘中一度创下了 878块的这个历史新高 虽然尾盘有点往下 跌了 最后只有收涨两块钱 不过无论如何 我觉得台积电 还是有点会继续上涨 强力买入的这个讯号 尤其是美国分析师 他们预估什么 目标 平均的目标价是 164块美金 164块美金来说 我们把它换算成 ADI换算成台股 目标价是1050块 那目前为止来说 跟台积电的价差 还有200多块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还有机会往上涨 尤其是上个季度来说 台积电的涨幅 武器实施落后在挥打之后 好 那为什么我觉得说台积电 有可能会再继续涨呢 第一个 因为台积电今年 它过去一年 每一年都大概增加五座厂 那今年他就说 我们要增加七座厂 这七座厂里面 国内有三座晶圆厂 然后两座封测厂 还有两座厂在海外 也就是说日本跟美国 结果没想到他就说 居然还供不应求 你看 以前前三年都是 盖五座厂 那现在盖七座厂 黄仁勋来说没搞没搞没搞 但是重点是什么 因为我们打的这个三星 打了Intel 基本是看不到 这个台积电的车尾灯 特别最近一段时间 三星真的是 被台积电整得很惨 为什么都整得很惨 我们过去 三星有两个 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个在手机端的话 叫做Google 另外一个在晶片端的话 叫高通 那为什么这两个公司 会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跟Google 跟高通 都有一个类似策略联盟的状况 就是Google就说 你可以用我的这个处理器的 相关的技术 然后我帮你代工 然后我帮你 然后甚至Google手机 也是由三星代工 所以他们两个是绑在一起的 高通也是一样 高通就说 那你三星手机 用我的处理器 然后我丢单给你 帮我代工 所以他们两家公司 过去都跟三星是牢不可破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 所谓这个 结盟的这个关系 就没有到最近 台积电打破了这个结盟关系 台积电一口气 从Google 还有从高通上面来 端下两块 这个原本是这个三星里面的 两块大肉 然后就调给了这个台积电 好那这两块大肉是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这个三星的 这个目前Google的手机 Pixel手机 大家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 评价不佳 那为什么评价不佳 因为你用的 你用的那颗心脏就很烂嘛 所以在现在为止来说 对于Google来说 他在下一代的 Tencent的G5这块 这颗晶片里面来说 他传言说要给台积电 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那我们就是从网路上 就是人家爆料的一个消息 这里面 他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LGA LGA是什么意思 LGA就是Google Tencent General 5的这个简称号 所以证明说 这是G5这颗晶片 但是它到底有谁来做 你可以看到 Info POP Info POP 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封装技术 散出型封装 然后里面后面还有 TSMC的16MB的这个记忆体 简单来说 我这个记忆体是要掀在里面 我当然就是代工的时候 顺便把记忆体掀在这里面 那你都是说是TSMC 那当然就是由TSMC来做这个Tencent 5 或下一代的这个晶片的这个状况了 高通这个更有趣了 它本来是两边双代工模式 为什么也被台积电给搭一桶了呢 对应该这样说 实际上它原本不是双代工模式 它原本是单一代工 但是因为它实在是出太多次 让高通这个真的是脸上无关 它只有用双轨的这个方式 那现在传言说 它的下一代就是 这个骁龙8的Geno4 它可能就因为 因为目前为止 三星对于这个3奈米比较薄 因为三星它希望在明年的2奈米 一举超越台积电 所以它的目前为止来说 它扩张速度慢 然后它良率又不稳定 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得知良率 它好像还低于50% 那低于50% 然后就是我做两个就一个坏掉 那我干嘛给你做呢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高通明年的这个G4的这个晶片 它又给台积电来代工 那取消了原本双轨的这个状况 但是如果假设三星在2奈米 真的有进度的话 或许又会恢复成这个双轨 不过告诉你是什么 告诉你就是目前为止来说 三星根本完全不是台积电的这个竞争者 所以我才说嘛 外资为什么会看到台积电 那其实呢 你好 你那么好 这个对手都跟不上 那当然就是你独走了一个情形了 好 我们看到了 确认了一件事 黄仁勋的到访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整个下个星期 天天都是AI 天天都是黄仁勋 AI变成了 吹动台积电最重要的一颗引擎 我们就问 科技来自于人性 AI最难取代的也是人性 可没想到 现在连人性最重要的美感 很主观的那么细微的部分 AI一步一步要取代了 对 我们未来AI投资非常多 我们来直接给他讲几个范例 第一个范例是 有一个研究团队 他们叫做潘巧 他们为什么 他们要介入一个叫做人脑的界面 这原本是他已经这个瘫痪或是中风 他没办法讲话 结果你把它揭露之后 就像你看 他可以沟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人已经跟这个AI 已经跟这个所谓的人脑 可以互相结合 他可以恢复他的这个语言能力 那你知道这个潘巧来说的话 他用西班牙语和英文的时候的准确率高达88 那整体的这个解码几确度会75 所以这个等于是怎样 对于我们很多患者来说的话 他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突破 这不是只有可以用在这个脑里面 我们很多人体的这个反应 都可以跟AI互相结合 这是人体跟AI的结合 另外第二个 大家都会用这个Google的Gmail 对不对 那Gmail还说 就是郡向写信给我 我就回给郡向 这样一个状况 对不对 但是听说呢 他们在接下来的 Gmail9 就是他们的AI 准备把它导入 这是Google研发的AI 他把它导入成在这个Gmail里面 那导入Gmail里面有什么差别 好 郡向 我跟你讲 以后你要写信给我的时候 你写漏漏等 我根本不想看你 我就说 请给我摘要 他就会摘要说你的重点是什么 那你一定要跟我说什么 然后呢我就知道 我就不用再看你漏漏等的信 我只要看了摘要就好 那你要回答 重点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 那你帮我写个信回给郡向好了 就回给他 回给郡向 然后比如说我要的是 比如说我要语气温和一点点 或者我要跟他回答 我的重点是什么 明天什么时候见面 他就会帮我回一个信给你 就等于是 我只要稍微讲一下 我要回什么的话 他就帮你回了 那这是不是很好用 对很多 很多这个不想写信的人来说 是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状况 刚刚一开始 要请适从回答大家 从现在开始的AI盛会 我们看谁会是AI的造王者 第一个台积电 今天再看的第二个 叫做联发科 对 没错 事实上今天刚好也是联发科的股东会 那当然蔡明界讲得非常好 所以你看今天联发科 盘中股价就创了历史新高 他一度没多久就触及到涨停板 然后后来虽然尾盘是没有涨停板 但是也大涨 他目前为止市值已经来到了 两兆台币的大关了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公司 那么就讲 因为联发科目前为止来说话 蔡明界的说法是 AI跟车用是充满了机会 他说三到五年的营运 渴望好成长 他说不是成长 是好成长 所以带来是双位数以上的成长 尤其是对联发科来讲话 他目前为止已经是手机业的霸注 你看以今年第一季的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处理器 占比来说的话 联发科是39% 这个约莫出货是1.4亿颗 力压高通的这个7500万颗 所以还有力压苹果 那你根本不用讲了 三星也在后面了 三星根本是第六 也看不到车尾灯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告诉你 我们台第二次高通 那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目前为止来说话 台积这个联发科 真的也是一个台湾的 另外一个AI的护国神山 国家朋友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整个下个星期 台湾最重要的关键字 AIAI 还是AI 你看到的是科技界的盛世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 登场前十天 AI教父黄仁勋抢先抵台 他的现身等于对外宣告了 从台积电 联发科到广达 AI的炸王者一条龙 都在台湾 当我们自豪全球刮起的AI旋风 台风眼 中心位置就在我们台湾 可是隐忧也随之浮现了 对 一个AI化时代的时代来临了 因为这代表是 这一次的台北电脑展 是化时代 因为40年来 一个AI的霸权 或者是IT的霸权被改变了 像黄年兴今天一抵达 谁在大涨 当然是一个是联发科 可是有两家公司是很奇怪 一个是华硕跟鸿基 这一两个礼拜 一路在大涨 可是他们是什么股票 是牛皮股 他们做的是NB跟PC 过去大家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鸡肋 了无心意的公司 怎么会大涨 是一个新时代来引楼 是一个Win加台湾 或者是AI加台湾 世界的科技中心 会慢慢又再转移在台湾 而且不只是伺服器而已 好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 你看 黄人军昨天早上 才在旧金山开球 下午就飞 晚上就飞到了台湾 什么是这么急 说穿了 就是固装 就是要保产能 因为所有他想要实现的 AI的愿景跟帝国 一条龙的产出 都来自于台湾 而刚刚您提到的 它的顶台带动了 直接这几家的股票 包括华硕 广达 鸿海 股价 大涨 连广民 这设备的都跟着涨停了 而且涨最多的 其实是联发科 一早就拉上了涨停板 联发科涨停板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是因为他要跟黄人勋 做什么事情 是因为一个 称霸地球40年的一个架构 被瓦解了 这一次高通总裁 除了黄人勋之外 高通总裁也会在下个礼拜登场 他要发表的是什么 叫做AIPC 他跟谁一起发表 叫微软 Copilot加PC Copilot就是AI的电脑 一个按键按下去 就有GPT会跑出来 可是关键是什么 它搭配的是 高通的骁龙S系列的处理器 你知道你买过电脑吗 买过NB 买过PC吗 所有的电脑都搭配两个东西 一个叫Windows作业系统 一个叫Intel的CPU 可是它的AIPC 怎么会搭配高通的处理器 Intel不见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解释了 为什么今天联发科 长什么 长那种 他找到了出海口了 本来做手机的 现在居然透过了AI 一脚跨进了 以前跨都跨不进来 被Intel吃死死 Intel说了算的 PC 笔电 加了AI之后 居然联发科进来了 高通进来了 过去做手机的 通通杀进来了 所以AI PC不是PC AI化 而是PC没有Intel 所以微软加谁 加高通 台积电代工 4nm代工了 回答黄人勋找谁 这就是为什么 一找联发科 掌停板 他要做的PC 你家的电脑 不是手机的处理器 他的CPU是联发科做的 是回答加联发科 要一起推出CPU 所以过去我们讲到的是 Window加Intel 几十年来主宰了PC跟笔电 现在Intel的戏份 越来越被洗出去之后 取而代之的是谁 安萌啊 所以我说四十年来 有一个架构 从1980年代的末期 到1990年代 从那个时候开始 全世界就称呼电脑 只有一个名字叫 Window Window加Intel 可是这个字眼 已经不见了 Window可以加谁 Window可以加台湾 但AI一定要加台湾 因为这些索尔 不管加了安膜架构的处理器之后 都是台积电代工的 连Google现在也要跟三星说拜拜 他的新的手机处理器 笔电的处理器 也要给台积电代工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Intel光CPU 它只坚持在美国制造 一季就卖六千多万颗 有八成 其实全部都是在美国制造 美国Intel做的 如果全世界都不要Intel的CPU 代表CPU从这个时候 6月4号Computex开始 转移到哪里生产 台湾 所以世界的晶片中心 真正最顶端的技术中心 会转移到台湾 美国只能保护谁 保护台湾 因为全世界最好的晶片 电脑的心脏都在台湾 从什么开始呢 从AI开始 所以AI加PC 去被去掉了 是Intel很可怕一件事情 所以台湾接下来最大问题是 有可能会大缺电 你讲到了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 AI起风了 台湾是世界AI的中心 当然好棒棒 可是我刚刚说的隐忧 就是电力 你知道AI应用它是吃电怪兽 我们台湾是负责产出 AI设备 所有一条龙 这些制造的过程 何尝不需要大量的电力 但我们的电力 足够支撑我们的 护国神山产业吗 所以刚才为什么 宏基华硕在涨停板 因为微软加高通 推出所谓的AI PC 要找谁合作 要找PC供应链 所以第一票合作名单 就是宏基加华硕 所以这个老牛皮股 最近在狂涨 那代表什么 涨停板的都在桃园 想象都在桃园 宏基可望园区 在龙潭 台积电先进封壮 在龙潭 三大伺服企业者 都在桃园 所以我就从一条溪来讲 桃园为什么会跳电 这条溪叫老街溪 长度只有37公里 这个不是在中立吗 中立那个地方 非常有名的一条 真正的说法 应该从南龙潭 一路发源 经过平潭 兵多 经中立 再从大园出海 为什么要背这四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四大工业区 苹果供应链 AI供应链 都在两旁 那不是我问你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最重要的科技重镇 六都当中 最接近国门的 就是桃园 我们讲桃园的 这个科技产值三兆 那你怎么去扯 这条河流呢 所以为什么你说 中立这条河 我要说的是 这条河只有37公里 产值快三兆 一公里八百多亿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说 它又叫苹果河 为什么叫苹果河 是因为沿途 以前都是苹果供应链 现在我们应该改成 叫AI河 因为AI供应链 都在这条沿岸 沿岸 所以一公里 有八百亿的产值 当然它最惨的是 每天有三万吨的废水 所以它又叫苹果河 可是它又叫 多脑河 因为铜常常超标 铜一超标 它就蓝色 所以看到它变成蓝色 你不要压抑 因为这代表 它是手机河 台湾AI的供应重镇 在这里 可是电源 最近在大幅成长 用电成长3% 所以我讲几个故事 很多人 现在很多小孩 连小孩都会念 Core Wars这个字 上礼拜台积电讲的 Core Wars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Core Wars最早从哪里发迹了 从哪里 就在龙潭 2014年 台积电就是开始在龙潭 收购高通的厂 先进封装 高通的工厂 30亿买的 从那边开始做先进封装 所以整个先进封装 就沿着这条溪 一路发展下去 周遭供应链都在这里 还有黄仁勋要来台湾 三大AI伺服器的工厂 也都在桃园 我举一个例子 技嘉最近苦恼 一条生产线要变三条 因为需求太大 全世界都要 但是他还要拉电线 为什么要拉电线 因为伺服器进到G200时代 过去的电源 可能只要500瓦 G200要1000瓦以上 每个都要测试 所以还要叫台电来拉电线 因为用电量会增加 做AI伺服器 可是不只是技嘉在这里 广大在这里 鸿海在这里 还有刚刚掌停板的广民 以后要做机器人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回过头来 产值将近三兆的桃园 这个科技的工业的重镇 你四月这样频频给它跳电 你不觉得更让人触目惊心吗 不然你怎么养得起 我们的护国产业 可是当时政府怎么告诉我们 台电怎么告诉我们 雨太大 小动物 电网不稳 没有 520换了新政府之后 台电首度坦诚 叶宗光教授说得对 我们真的电网没跟上 甚至说出了 从来我们过去没听过的一个理由 说我们的变电锁不够 哇 那前面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现在你终于说实话了吗 所以真正问题是 我们AI太夯了 涨停板的股票太多了 订单太多 大家都在拉电线 大家都需要电 所以为什么都是科技业跑出来 跳说要核电要缺电 一个是利基电的黄冲 一个是核硕的同志 都在AI供应链里面 所以不是松鼠的问题 是因为用电成长太多 所以台电自己也承认 桃园10年增加20万户 因为工作机会变多 住宅自然变多 成长20万户增加18% 亏限增加的太慢 当然电也可能不够 所以亏限跟电不够 才会一直缺电 所以为什么都是科技业说 台湾需要核电 当然这是政府说要靠名义 可是现在感受最明显的是谁 当然是同志弦 当然是黄虫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晶片中心 转移到台湾 一开始我说的 大家不要Intel 大家要的是台积电生产的CPU 大家要的是台湾电子供应链 做出来新的AIPC 所以订单不断跑的价来 电当然不够用 所以他们才会站出来高喊说 台湾需要核电 看到今天共军早上7点45分宣布 再一次至少两天的环台军演 你看到台股照涨 NVIDIA财报报喜之下 台积电今天标上了 877款的新天价 刘德英也说了 中国就算武力夺台 白忙一场 这个是AI晶片打造出来的仿生 战场我们就看 没有台积电的晶片 这一切都将化为梦幻泡影 不只台海兵凶战围 其实台积电早就启动一场 没有烟消位的保密防碟 打作战士 对 没错 事上今天举年来说 一般人都觉得 糟糕 这个台股可能会大跌 但是今天台股并没有大跌 反而还收红 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台积电还有挥打一件皮衣 救了整个台湾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今天台积电 他最后来收盘涨了11块 台积电没有跌 鸿海没有跌 台股怎么会跌 所以就变成台股没有跌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因为挥打的业绩太棒了 所以挥打的供应链台积电 或是说很多台湾的重要的股票 都没有跌 尤其是外资 他已经在22号买超了 109亿的台积电之后 他今天又继续在买超整个台股 所以整个台湾的股票市场 是非常热络的 好 那我们就讲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外资来看台积电的股价来说的话 因为他现在已经875块了 现在外资很多都已经 把它上看到1000块 比如说像花旗环球的1030 汇丰的1025 甚至都已经目标价到900块以上了 所以就说 因为台积电往上冲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台积电能够往上冲 当然就是因为今天早上的 挥打的所谓爆量的业绩 让整个台股或是整个全世界股票 都在欢欣喜庆的一个状况 我们给他就是挥打的这个 营收的这个季 季的这个状况 你看他这几季 增加的幅度是跟你说 飞天一样的这个状况 那以他上一季的这个营收来说 年增了262%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说他整个业绩 这么好的状况之下 他说我要宣布拆股 拆股就是说一拆石 一拆石的时候 你看他目前为止来说 股价已经破1000 那么过去的这个观例就是 只要美股能够拆股票 拆分股票的时候 股价都会大涨 好 不过这个挥打 在往上涨的过程里面来说 当然黄仁勋能够有今天来说 当然台积电非常重要 台湾的供应链也很重要 但是他现在又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当初有一个日本人救了他一命 这个日本人就是这位日本人 他是谁呢 他叫陆昭焦一郎 这位人士 他是谁呢 他是以前这个SEGA公司的 当时的非常重要的领导者 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在NVIDIA刚创的时候 他做的是GPU 但GPU当时的最重要的公司 可能就是你要用在游戏领域里面 当时他就接收到了 因为当时的SEGA 想要打败任天堂 他们就开发了一个 Dreamcast的游戏机 然后这个陆焦昭一郎 就把当时的产品的开发 交给了这个黄仁勋他们来做 结果每条黄仁勋来做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经验 没有跟人家合作过 所以一开始做了不好 甚至有一度 因为做了不好之后 交货延期 他自己本身的公司营运 陷入这个困境 结果没想到他就说 糟糕 我没钱 然后当时 这个黄仁勋他还厚着脸皮 跟他说 跟这个陆昭焦一郎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营运 可能出了一点问题 那我不只是说 我可能这个开发会延迈 我还缺钱 你可以给我500块美金来援助吗 500块美金来援助吗 后来陆昭焦一郎就决定 入股他这样一个状态 就等于我入股你来帮忙 就没多久之后 这个所谓 辉达就开发出了 这个SEGA公司 所需要的这个产品之后 业绩就开始一飞冲天 那他当初原本的500万美金 后来这个换成辉达股票 也卖了 也赚了非常多钱 所以算是一个 互赢的一个局面 SEGA生命中第一个贵人 第二个贵人 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台积电 很多人在好奇 台积电如何紧紧地 守住它晶片的秘密 做到均无等级 滴水不漏 你看台积电多用力 就从它的晶片技术 有多巴尖 多独一无二 就可以理解了 对 没错 我们看到事实上 今天刚好也是 台积电的这个技术论坛 那技术论坛的时候 它就刚好秀了非常多武器 那尤其是我们知道 事实上在这个 未来的技术里面 它引进来叫 FinFlex的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简单来说 因为以前过去一段时间 台积电的技术叫FinFet 但是进入所谓 2奈米或是更新的技术的时候 它把它改变 它的相关的设计的状况 好 于是 我们前一阵子的 苹果的M4晶片 就是用这样来设计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让设计人员 在一个模组里面 混搭不同类型的单元 比如说 我在这个模组里面来说 我可以有HBM 就是宽屏记忆体 我也可以有CPU 有GPU等等很多的东西 完全结合在一起 所以事实上这个技术 当然是目前为止 是数一数二的 那也就是因为 M4晶片来说的话 推出 大家都觉得非常厉害 没多久之后 就传言苹果的威廉斯 他们现在的营运长 就来密仿台积电 就跟台积电说 除了你目前为止的3奈米之外 你的2奈米也要让我用 为什么2奈米要让大家用 我跟大家讲 因为AI的时代 真的快要来临了 为什么这样说 你可以看 最近一段时间 Google刚好在进行 开发者大会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把我们的地图 已经升级了 大家可以仔细来看 这是什么 我们过去的Google地图 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是可以扩增实境 你看你走的过程里面 你要到哪里去 他可以跟你指个方向 会有个方向键说到哪里去 而且你看 这完全就是及时的影像 过去可能没有这种 及时的影像 现在会有出现 所谓的及时的影像 为什么灰达会愿意把这个机密 交给台积电 因为事实上很简单 我们到彭博今天刚好有个报导 他说什么 台湾是未来科技的 新科技的沙谎 尤其是台积电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确信台积电能够确保 所谓的晶片的秘密 我们到台积电目前的客户 大概有好几百个客户 那你想好几百个客户 他们都把他们的看家本领 交给台积电 这样台积电不会泄露出去吗 台积电刚刚好就是不会泄露出去 他把这个所谓保密房碟 视为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 他怎么保密 第一个台积电一年 大概有八千条左右的机密 客户的东西绝对是机密 我需要保护的机密 我把它列管 列管的时候 这些机密东西 是完全不能够触碰的 所以下半之后 你不能够把机密的文件 放在你的桌上 你想那我就把东西印一印好了 不好意思 你要印的时候 台积电的纸看起来是 像俊相这样一张纸而已 你看起来就是一张纸而已 不好意思 他在里面埋了一个所谓金属线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你只要拿出这个 这个所谓公司的门 然后嗶嗶嗶就是说 徐俊相你居然要把我们公司的机密 往外印出去 然后另外一个 他们的机密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这个是负责 Intel的这个单位的时候 我是从基层一直到最高层 就只负责这个 我不可能去知道 苹果的任何的机密 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垂直性的 完全不相干的一个状况 另外他们甚至还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一般我们都看他们在穿这个无成衣 对 那无成衣就穿在里面 不好意思 但无成衣里面都有一个特别的 这个RFID 就如果你真的穿出去 你会跑出去的时候 他马上就启动 徐俊相你又穿了这个 我们无成衣到哪里去了 你要去到你不该去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他做了那么多都要确保什么 确保让所有的客户完全相信你 你客户相信你的时候 他就愿意把这些绝对机密的东西交给你做 巴菲特和林白里相继对AI发展开金口 巴菲特说 AI发展像是打开潘朵拉盒子 AI诈骗让他觉得很紧张 但这件事情你得反着看 这何尝不是巴菲特对AI的另类认证呢 而广达林白里董事长更形容 AI大爆发 犹如磁府列车高速冲刺 一路冲下去会冲到哪里 红海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交出了史上最强的四月营收 在这个背后我们就问 AI加上电动车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红海已经用AI工厂造出一步一步的AI电动巴士 AI让巴菲特害怕却让台厂笑了 没错讲到这个AI来说的话 我们来听听这个奥哈玛先知 这个华伦巴菲特 他怎么在他的股东会上面讲这个AI 事实上他讲到什么 他说他对AI的这个潜在威胁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他说当我们开发核子武器 他把AI比喻成核子武器 我们那个精灵从瓶子里面跑了出来 那个精灵一直在做一些可怕的事 而这些精灵的力量非常害怕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说因为他最近也跟台湾一样 他接到很多这个疑似是他的诈骗 他说他没有说过这些话 但是他觉得说这个怎么这个 大家以为都说他说这些话 然后他把这些影片拿给他的儿子 拿给他的女儿看 拿给他老婆看 他们都觉得这是你讲的 所以他感受到这种精灵的力量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声位技术 搞到他本身就觉得这个是我吗 对 所以你看 他某些程度来说 他说AI是像这个核弹一样 但是某些程度来说 他也认可AI的潜力的确是无穷的 所以我们来说 AI除了从巴菲特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确认证 这个是AI的一个时代来临 好 那也因为AI的时代来临之后 我们跟他说台股这几天的时候 又开始沾上这个AI的这个边 尤其是苹果也准备要介入AI之后 你看今天台股来到两万零五百二十三点 大涨了一百九十二点 这里面来说其实跟AI 非常类似的台湾有三档重要的公司 一个就是台积电 另外就是鸿海 另外就是广达 好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来说的话 今天股价 我们知道事实上它从这个法说会之后 股价一路跌到这个七百五十之后 最近又开始慢慢上来 今天盘中的时候一度 好像又要挑战这个八百块的这个态势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传言说这个最重要的两档 这个AI晶片公司 一个是辉达 一个是超微 他们已经包下说 今年明年的 包括台积电你说的先进封装 有多少就给我多少 这里面包括说像COWAS 还有这个SOIC 这两种这个先进封装 那COWAS目前为止 大部分都用在辉达的晶片 那SOIC的封装 目前为止是AMD率先采用 那另外的这个所谓DOJO 就是特斯拉DOJO 也准备采用 好 那这样 这个消息来说 为什么激励台积电大涨呢 就像我跟你讲 COWAS的时候 今年的这个产能来说 去年产能才1.5万片 今年要暴增到4.5到5万片 然后SOIC去年2000片 今年要暴增5000到6000片 产能不是一成两成 是三五倍的成长 结果 辉达跟AMD还是都要 所以可见今年的AI来说 还是相当相当的畅旺 好 所以台积电没有问题 另外第二个是 这个广达的林白利董事长 他也开进口 因为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 刚好是他们的这个运动会 那运动会的时候 他们就讲 他说AI AI像什么 他说AI不是慢车 AI是什么 新干线 是磁浮列车 他说用600公里的速度 在直线的充斥 所以他不是火车而已 他是新干线磁浮列车 然后他就说什么 我们现在在AI的发展 是在三角 我都看不到三顶在哪里 所以显见他对未来的AI 非常看好 所以你看 今天的广达股价 也出现一个上涨的这个状况 那你根本不用讲 台湾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就鸿海 鸿海因为AI的关系 原本以为大家都认为说 他第二季营收不会太好 就比方说 他四月营收公布 5109亿 月增14.16% 年增19% 也是历年同期新高 所以人家预估说 搞不好第二季 在整个AI的状况之下 他的业绩表现不错 他今天又创了这个 167.5的短期新高 所以就知道 从巴菲特认证说 AI觉得有戏 台湾也绝对有戏 巴菲特怕了 台场却笑了 AI我们今天一路看到 台积电广达到鸿海 股价一路高歌猛进的背后 那涨什么呢 涨AI运用全领域的降临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看到 从国防军事的应用 行动装置到影片的输出 到处都是AI 到处都有台场的影子 对 为什么巴菲特会怕呢 因为这个发展 真的完全超乎人类的想象 第一个 我们跟你讲是奥特曼 奥特曼事实上 OpenAI的新市场 他也是点燃这波 AI浪潮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就讲 他就说 我们现在发展AI的方向 他说 我一年及时让我烧 500亿美元 我也在所不惜 哇 你看这个太夸张了 500亿元 你也要烧 我们其实在很多玩家 目前玩游戏里面来说话 他们都会跟这个玩家交流 就没想到 有一个玩家在 CS2游戏里面来说 他们发现到 有一个玩家 就玩家说 有时候都会讲讲 譬如说 俊向你来自哪里 就让他发现到 这个玩家的对话 跟我们一般人 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他就试探性 他好像能够知道 我要讲什么 聊天是人跟人线上的互动 他也可以用聊天 去掩饰他AI的身份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 后来那个狠人 还好不容易把他抓出来 发现他说他是AI 所以事实上AI 我们如果没有很仔细的判断 他真的还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跟我们对谈 我们可能都真的不知道 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这个苹果在5月7号 他要发表新品 那新品来说的话 传言中他有发表 这个AirPods Pro的 这个新产品 那AirPods Pro的新产品来说的话 其实他里面来说 在这个苹果揭露的 这个iOS 18里面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改变 那根据这个彭博社的 这个预估是说了 他准备要弄一个 所谓助听器的这个模式 我们知道事实上 现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 这个算是耳聋的人了 因为他听不清楚 然后再成为这个困扰 那问题是一个助听器 动辄10万20万 就没想到他可以用 这个助听器模式之后 他可以帮你 过滤非常多声音 然后让你直接的耳朵 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等于是说 如果你耳背 或是怎样的话 你透过这个 还可以让你的声音 听得更加清楚 然后而且他会有 未来可能会有 非常多模式 譬如说我在听声音的时候 如果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就可以顺便 我还可以听到 我里面有音乐 我还可以听到 还跟我讲什么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未来的变化 会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这件事情是一个 超级超级超级革命性的 一个发明 也就是说 听障的朋友 他光是装一个助听器 那都是额外一笔 不小的开销 10万10万 现在没有 AirPods Pro 直接把这个内建 倒变成另外一个 所谓的助听器模式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这个未来来说 会有非常多的人类 改变生活的一个状况 这是靠AI 因为他要靠AI 来把这个声音 杂讯过滤掉 然后除了这个 这个苹果的应用之外 最近中国也在追 因为事实上 这个前一阵子 这个美国有发表 这个SORA OpenAI的SORA这个影像 那这个是Vidu Vidu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像 是中国发布的AI模型 这就是用这个AI 生成的相关的影像 好 那这是由谁 这是由中国的清华大学 还有一个叫声速科技 他们发表了这个Vidu 他就说我们可以 一键生成高达16秒 然后画质是 1800万画素的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画面 还蛮真实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状况 不过呢 你可以看到 他发表这个状况 是最近才发表 我们相对 你看就有很多元素 龙的元素 所以你只要跟他讲 一句话 一个文字描述 AI就帮你的文字 化为这一段高清的影像 直接变成一部为电影了 对 没错 那我们事实上 这个对比来说 当然是美国的SORA 那美国SORA 你可以看到 其实Vidu算不错 但是他目前为止 跟SORA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他生成的画面 你仔细看 不像SORA 我们看到SORA之前 二月发表的这个影像 来说 哇 相当的复杂 你没有看 他很复杂 在东京的街上 然后你看 灯红酒粒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SORA 他的这个影像 跟Vidu的影像 Vidu比较简单 它比较困难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连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说 运算力 到底差异在什么地方 决战算力 决战那个晶片的 工艺工法跟技术 后来就是回到了 台积电的 这个AI晶片 得台积 得天下 要不然你看 这个地方一句话 给你十几秒 是 这个地方可以唱一首 MV秀出一个 极为绝美 有高低起伏的MV出来 对 他还可以弄个 维近一分钟 就可以深层的一个规划 好 那我们知道 这算是算力决定一切之外 台湾当然是 毫无疑问 我们是硬体中的王子 另外一个 韩国现在戳在蛋 为什么韩国戳在蛋 我们讲 目前为止 中国已经在发展 那美国当然也在发展 那于是 其实黄连勋之前 有提出一个 叫做AI主权的概念 就是说 因为我们各国都要发展AI 但是韩国现在就说 我们首尔大学 还有什么 韩国科技学院 等等那种AI的大学 我们目前拿不到晶片 说真的 目前为止来说 我辉达的晶片 要么就是被NVIDIA Google拿走 被Meta拿走 等等拿不到 所以他说 我们目前为止 没办法拿到 这个最新晶片 我们只能够用 旧款的GPU进行研究 他说如果我们要复制 SORA的这个产品的话 可能要高达 148年的时间 所以未来AI领域里面 来说话 你没有领先就是落后 所以这也是一个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 强大的这个竞争 今天台股 无惧于美股下跌 再度在AI大军领跑之下 台股上涨263点 而AI大军当中 我们注意到 红海 红海股价今天 净扬了2.31个百分点 再一次证明 它不是代工霸主 那头大象 现在请称它是 AI浪潮当中 反应迅速的狐狸 全世界都还不知道 OpenAI Trap GPT的时候 帮灰达打造全球第一部 AI伺服器的正是红海 换句话说 没有红海 没有现在的灰达江山 今天 明宽带我们来看到 红海如何一手AI 一手抢攻更大的30兆 你看不到的商机 昨天美股重挫 想不到台股今天 重新再度占上2万点 这2万点的关键在哪边呢 还是那两个字叫AI 发生什么事呢 同此前董事长已经说了 AI没有泡沫 目前宛如是早上 8点到9点的一个太阳 但没有想到在这两天 俊相哥 这个可厉害了 辉达的黄仁荀董事长 亲自当配送员 将最新款的超级计算机 DGSH200 直接送到整个OpenAI 直接交给BOKMAN 那这个BOKMAN 很多人就说 这个东西很厉害吗 先跟各位说 这个东西在整个科技界 这个完全是翻云覆雨式的一个改变 为什么呢 一般人根本看到这数字会吓一跳 一台的定价是48.2万美元 折合台币是1570万 另外我问你 这个超级计算机 你说的 白天高挣地 谁做的 当然就是2317 鸿海他们家做的 而且这个还渊远流长 我们时间点往前推 推到7年前 那个时候7年前谈问AI 谁会说有未来的AI 那个时候请各位注意 黄仁峻董事长将第一台AI 送到OpenAI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谁接的 马斯克那个时候还是OpenAI的执行长 他亲自接的 机台谁做的 回答整个设计完之后 就是由鸿海来制造 所以2017年什么OpenAI 什么TRAP GPT 对于AI的想象 八字没有一瞥的时候 已经把全球第一部的AI伺服器 由鸿海代工的 黄仁峻亲自又一次快递 送到马斯克的手上 没有错 而且双方的一个好感情 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得到 去年2023年台北国际电脑棚当中 那个时候黄仁峻对外展示 所谓的全自动化工厂的AI晶片厂 就是红柏 那红柏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 为什么红海大家都在看呢 目前台湾有所谓的AI四大天王 韦创 技嘉 云达跟红柏 这四家公司可怕的地方是在 俊相哥 现在不用人了 它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工厂 但如果往内一看 红海集团在 挥达AI GPU的市占 目前模组超过七成 俊相哥 红柏科技的一个 可怕是在哪边 我们先来跟各位看一下 红柏科技的内部 你有沒有发现 第一个这是全自动化在经营 所有的晶片 所有的组装 一个人工都没有 但重点来了 红海他为什么有办法 完全来做所谓的自动化呢 原来这个上面思考的那个大脑 是挥达他所供应的整个核心主机 也就是说目前挥达跟红海 他们联手的他跟你说 如果你要未来要组装 AI的一个系统的话 第一个红柏就是你看到的一个样本 它里面不用人 全部都用雷射 全部都用所谓的远距 都用遥控 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一台几台几千万 就这样子一台一台的生产出来 你想要打造AI工厂 跟红海一样的话 跟红柏一样的话 用我NVIDIA的晶片 这个工厂就长在这个地方 好 再来看到 红海跟NVIDIA的强强联手 可不只有在伺服器 可不只有在AI工厂 他们也杀向了车子了 郭台铭董事长曾经说过这句话 他说我们红海一年做六兆的一个生意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我们单单往外采购的一个金额高达八千亿 通通都是在半导体这块 那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个金额往下降 一部分来做自己做 我们不但有利于成本 而且我们更有竞争力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找到的是谁 找到的就是过去台积电的蒋上亿蒋霸 那蒋霸来呢 他的策略也很清楚 他说高于一千块美金的 我不跟你们抢 你要去找日商 你要去找台积电 你要去找连电 这个通通都可以 但是我要锁定五百块美元以下的 不管是累金 不管是金元 不管是元件 我通通现在要自己做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很多人都晓得 目前在IC当中 有所谓的主动IC 有所谓的类比IC 类比IC现在呢 就出现了所谓的强强病 什么叫强强病呢 鸿海集团跟国具 合资形成了国创的一个半导体 但很多人都晓得 看蒋霸来就一件事情 台积电他们第一阶的低段的话 是张忠谋董事长跟曾凡辰董事长 第二阶就是林本坚跟所谓的蒋上亿 蒋霸正通人和 他一句话出来 要盖场 有盖场 要人才 有人才 要整个销售 有销售 找了整个蒋上亿来 78岁的蒋上亿能干嘛呢 其实8亿他就像一个大伯的坐在那边 但是所有的人才源源不绝 这个可以让鸿海集团整个活起来 还没有完更大的野心 在接下来 我们请敏宽告诉大家 一手AI 一手造车的鸿海 接下来 攜手国内的汽车之父 要去抢供更大的一块肥肉 30兆的商机 现在对于刘洋伟来说的话 先跟各位谈 现在陆陆续续 洪华的电动车 特别是那种所谓的自家车 会开始出来 但是只靠这块市场 一定不够 所以现在要把整个市场来做大 目前台湾的预计客户 大概是在9000辆左右 今年大概会陆陆续续 有一万辆 开始在路上跑 你以为鸿海就是闷着头 在那边猛造车 把电池放大 让你没有里程焦率 就赚这样而已吗 当然没有 更大的野心是 新手育龙抢供更大的30兆商机 未来的育龙 他们想要做转型 目前做转型的话 单单汽车做转型 这个远远不够 要从电商开始来做 所以LINE GO 从去年开始 10月上线之后 很可怕呀 到现在才4月份而已 已经超过了400万的一个会员了 那这400万的一个会员 是什么呢 很简单一件事情 第一个 下半年会投入Naxion N7的一个车队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来 年底会有2000辆 6个品牌 15个车型 陆陆续续要开始 让你租车 说明什么 你买不到的 你没开过的 来这里都有 而且 它创造成Laxion N7 这不就是Model C吗 洪海造的车 找到更大的出海口了 而且它还把大数据给收集起来 现在很多人去租那种 所谓的共享车的 都有共同的几个观点和看法 有时候进去里面有味道 不舒服 所以现在他们就说 你只要车子租3次 我要下架 做清洁 目前以台湾来说的话 车子分成长租跟短租 长租的这个叫企业用户 育龙已经在做了 但是短租市场 这个可不得了 目前短租市场 一年有42亿 过去都是所谓的实体门市 但现在实体门市会慢慢不见 大家手机点一点 按一按 通通都有了 共享车有28亿 这个28亿 就是现在育龙想要去供的最重要的一块市场 刚刚不是讲30兆吗 28亿那不是一根芝麻纸 商机真正大的在后面 来看 刚刚除了一个共享的商机 还有轿车商机 越来越可怕了 没有错 台湾目前全部的计程车 大概是在9万辆左右 但其中最大的一个品牌 叫做台湾大车队 台湾大车队有共同的一个 他现在不是霸主吗 没有错 目前台湾大车队每天服务35万人 用户数超过整整700万 但重点是 计程车司机很简单 我的车越新 我的效力越高 我的车越新 我拥有越多的一个客人 好 你这个逻辑你看 LINE GO 你看不是讲吗 他多的是品牌 跟不同的车型 这不就是LINE GO 去追赶台湾大车队 最大的利益吗 没有错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LINE GO的一个部分 目前有13000台的车 有400万的一个市场 现在在抢工 所谓的APP轿车的一个商机 但重点还是在哪边呢 还是在所谓的高频的一个数据 高频的一个数据 连接之后 后面高达30兆台币 后面很多事情都会变 这个才是真正值钱的地方 我赚你不是要赚短租 我赚你不是要赚轿车 我要的是你的电商资料 没有错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现在把育龙 未来最大的一个 所谓的设定 来跟各位说 目前第一个 我们来看 目前是三大事业群 有九大事务 第一个 包括了企业租论 包括了订阅的一个租论 这个通通都有 第一件 第二个 自驾的部分的话 包括了短租 副驾 什么叫副驾呢 现在很多企业车主 针对中高经理人 直接不但租车 还帮你租一个时机 哦 是 然后这个时机呢 连人带车都租给你了 这个时机 当你要用车的时候 各位 他就去载你 对不对 你不载车的时候 他自己出去做生意 所以薪水也不高 所以这个叫做副驾 好 这个都有了 对不对 还有更重要的一块 最重要这一块就是 你车子时间点到了 是不是要维修 是不是要修理 是不是要保养 对 后面还有中股车的一个服务 我这一点串 从你用车的一个需求 到你最后需要车子出去 一连串串起来 这个才是现在 玉龙真正想要的 AI迎风高飞 今天台积电 再度上演秒填席 股价一路走高 关键就在于 利多消息不断 我们再看到 今天最被讨论最多的 就是嘉义科学园区 才传出 可能迎来台积电的 一奈米厂 没想到 今天 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燦 直接就给你宣布 两座的台积电 先进封装厂 抢先插旗 今天国生来告诉我们 2021的百年大旱 缺水已经如影随形 我就问 嘉义能够为得保台积电 这个吃水吃电的怪兽吗 现在台湾一个县市 一个台积电 是越来越有机会成型的 因为嘉义今天 也迎来了台积电 所以越来越多西部城市 大家都有台积电 这个目标当然先行了 而且全世界都想要台积电 现在韩国也羡慕台积电 日本更是说除了同一个时间 也宣布说你嘉义要先进封装厂 我日本也要先进封装厂 他也要 所以是同一个时间 今天在同一个早上 日本也传出来说 日本也要先进封装厂 所以嘉义要不要 我管你有没有水电 我只要有地 只要你有意愿 台积电就去了 为什么台积电 现在真的非常的强 因为先进封装真的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是今天早上台积电 今天是除全洗 即除全洗 一除全洗 马上一秒就填洗了 而且还上涨上去 带众整个什么 在涨 先进封装 几乎全面大涨 只要台积电 只要有先进封装 全面大涨 那为什么先进封装会大涨 来看韩国3月17号 周末 就是昨天的新闻 韩国中央日报 以前他们都说 我们三星好棒棒 好厉害 结果他们现在检讨一个问题 为什么三星也做三奈米 台积电也做三奈米 台积电的三奈米 还比七奈米贵了两倍 一片要两万美金 可是客户排队要台积电 三星没有人要 而且整个AI晶片 台积电的占有力从80 90 到现在可能100% 还是在抢台积电 三星就在问 为什么我跟台积电的距离 差了这么远 韩国就在关心 因为台积电有先进封装 三星没有 所以整个全世界 只要想做先进封装的 想要做AI晶片的 全部都在台积电排队 因为先进封装的产能不够 所以当我们一开始讲到什么 AI高飞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包含NVIDIA 包含了超微 要来抢台积电的产能 最后会卡在哪里 对不起 有钱我也交不出货 就卡在这个封装 对 所以日本今天也同一个时间 不是郑文燦跑去嘉义宣布说 带来好消息 嘉义也有台积电 大家都有台积电 以后大家可能都有台积电 但是日本也说 我现在也要把台湾限定版的特产 你知道吗 先进封装叫台湾限定版特产 只有台湾有没有流出到国外去 结果现在日本一早也宣布说 台积电也考虑在日本做先进封装 所以Sony Toyota这些公司都很开心 原来日本也要有先进封装 全世界都要台积电的先进封装 真的非常夯杂 难怪今天股价一早就秒天息 而且大涨带动整个先进封装 全部大涨 今天关键字是先进封装 那国陈台跟我们讲一下 台积电这不是昨天上个礼拜 去年冒出来的 这个是扎扎实实 十年磨一键 怎么会十年前看到了这个需求 最后开花了 对先进封装 其实你现在回头去看 连三星中央日报 他们都在讨论说 为什么我三代米都有 为什么做不允台积电 你要回到2014年 那时候魏哲嘉跟刘德英 两个人还是共同执行长 那时候还不是董事长 也不是总裁的时候 他们宣布一个收购案 就是要收购高通在台南 桃园龙潭的一个旧厂 大概值30亿 他要做什么 要做先进封装的生产剂 现在听起来都很厉害 可是十年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被人家笑什么 你知道吗 台积电那时候跟三星打了 如我如图 还有个叛将叫梁梦松 三星越来越强 甚至一度都抢了 苹果A6的晶片 所以那时候被笑说 台积电竟然力争下游 要去做封装测试 你好好做你的精源 你去抢下游的封装 对 会不会威胁月光跟历程 等封装测试 细品这些封装测试 那时候没有人搞懂 台积电要做什么 结果那时候其实才是 真的有关 因为刘德英跟魏哲嘉 那时候就想到 如果半导体先进制程 没有办法突破摩尔定律 是不是要用封装的方式 让一只晶片 两个晶片结合 让它效能变更好 所以那时候有所谓的 先进封装部队 有400个人投入这个东西 在研发 然后从龙潭开始做 你现在统统回头一看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就开始在想说 如果我三奈米 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我要用什么技术 来突破三奈米的物理极限 让三奈米的效能 以后的效能越来越好 所以是做了十年才有惊天 十年前真的是看得有够远的 那个时候是三奈米 现在都已经往前看到一奈米了 COWERS还是最后决战的 那一个桂冠的宝剑的魔戒 哇这是十年魔戒看得真远 所以你才知道 为什么刘德英跟魏哲嘉 可以变成董事长到现在 变成一个是总裁一个董事长 当然现在魏哲嘉是真正的董事长 人家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布局 今天为什么让三星跟英特尔 都看不到车尾灯 连三星韩国中央日报都说 为什么一样做三奈米 我就是坐不赢你 为什么没人买 客户跑到台积电门口在排队 而且现在是只要有地 台积电就盖厂了 现在郑文餐一早下去的时候 日本也宣布 郑文餐下去的时候 先盖两个目标是六个厂 一口气要投资五千亿 未来还有三四千个工程师 要进驻嘉义 你知道嘉义最严重的是什么吗 缺水缺电缺冷 因为那是一个冷比较少的县市 所以未来很痛苦 百年大旱去年嘉义 还发生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它有一个天然气发电厂 叫做嘉汇电厂 在明雄 明雄三字箱 因为有三个烟囱很有名 结果去年大旱的时候 还一度产生没有冷却水 因为发电的时候 要冷却水 没水还要跟台电球员 就三字箱 你看这就是嘉汇电厂 它一直冷却在冒烟 就明雄三字箱 连它都会缺水 所以那个地方是没水的 所以嘉义马上 做了这个宣布之后 要盖海水淡化 所以未来可能要一两吨的水 是要海水淡化 那高雄未来也可能盖一奈米 所以高雄以后也不够 也是要用再生水 所以台积电是 一线是一台积电 可是水跟电的问题 是越来越严重 好 委员今天我们看到了 就我们才宣布 这个嘉义人心中期待的 天大的好消息 台积电一次来两座厂 都是做先进封装 我就担心的是 他是吃电怪兽 他是用水的怪兽 嘉义的科学人群 为了保这只怪兽吗 台积电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是一个光荣 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也是很大的负担 说光荣嘛 谈台积电 是台湾唯一台流出去的东西 其他都台不出去啦 所以台积电能够在台湾 落实在扩厂 不管是监援制造厂 或者是高阶的封装厂 我们都要给他鼓掌 给他赞许 而且落地在嘉义 可以让整个台湾 这个所谓产内的分布 能够平均化 不能老是集中在什么台北 新北 桃园 新竹 那你总要往南部走 南部现在也有高雄 然后也有台南 那中间落的就是几个县市 什么彰化 台中也有了 什么剩下 彰化也算台中的 那你剩下云林 嘉义 这两个是空档 那南投 南投没有那个条件 南投台东 比较没有条件 所以你落脚 嘉义 我觉得要给他肯定 但是问题来了 电啊 你刚才讲的很对 吃电的怪兽 电不够啊 你总不能为了台积电 你又动不动 就把我们一些民间用电 来个断电 降频 降压 降流 那就会出现很多 民生上的一些问题 那怎么办 赖金德不讲过吗 有必要重启核电 你现在重启给我们看 做个预备的 你不要整天 用那错误的数字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被载容量很够 被载容量没有电 为什么 他把被载容量 把风电算进去 问题风电 风不来 你就没有电 你有设备在那边 有什么用呢 是没有用的 所以不能用这个来骗老百姓 所以我们鼓励台积电 在台湾本岛里面设厂 我们就要把它准备好 够电 还有够水 民进党一向最反对什么 盖水库啊 那现在嘉义也缺水啊 你要不要表现给我们看 我们台湾最困难的时候 不需要水的时候 水来一大堆盐水 那需要水的时候 水又不够 那你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未来就看 这个台积电 在嘉义肉脚的时候 民进党表现给我们看 如果表现不好的话 我们就要在2026 好好的修理它 一线一台积的阳明 你水在里面 你的电子在里面 养得起这个 吃电吃水怪 小麻 短期内绝对没问题啦 但是长期 我必须讲 我们政府皮要绷紧 皮要绷紧 怎么说呢 第一个我们先才讲水 其实在这个云 嘉南平原这一块 其实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水情 为什么 因为一旦工业用水 占据的比重增加 压缩的是什么 农业用水跟民生用水 那到时候 我们的嘉南平原 尤其在如果在这种 所谓的枯水期 我们的倒座受到影响的时候 什么限水 然后呢 工厂工业用地 会不会受到影响 一定也会嘛 这些所谓的科学园区 一定都会受到影响啊 所以现在 嘉一县政府说 他们要盖海水 淡化厂 那个成本是高的呀 没有关系 成本高没关系 台积电有钱可以买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成本都好处理 但是我告诉你 真正问题是时间 要跟时间赛跑 按照我们嘉一县长 翁张良的说法 这个预计 今年啦 今年开始才要还品 预计是在布袋 去盖这个所谓的 这个海水淡化厂 预计2026年 去核报 是 2031年 新建 七年就够新建 然后再假以时日 稍等一会 你一看看 台积电在日本雄本盖场 那个迅猛的速度 它哪能等你到七年后啊 所以我说现在 短期内得靠现有的水期 要拜托老天爷 不要这个 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 我们只能拜托老天爷 这七年 等到七年后 也许有专属 那个海水淡化就专属 去供应科学人区 可能会比较没有问题 当然我觉得 现在台积电就是 所谓的 你只要有地 政府有地 我们赶快提供给台积电 因为他们有所谓 设厂的需求 那关键是在于说 现在AI的晶片的需求 就是大嘛 所以呢台积电 满足台积电 就是满足我们的国家 对 所以呢 这是大家共生的 而其中一个 有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郑文燦 你看今天郑文燦 赶快出来宣布这个好消息 所以呢 这个也许 某种程度 除了台积电 对嘉义带来的好消息 会不会520之后 郑文燦也有好消息 我们就继续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